福田之家那个鱼火锅自助啊 三十九一位 双能拼团的话也只要三十三 它的锅底饮料啊 呃 都是包含在内的 还有这个四国汤 蛮熟慧 夏日炎炎有我操田的 好恶心啊 祝大家早中晚都饱 我是老胡 今天在福田啊 去那个吃一家 鱼火锅自助 这类型自助的话我忘了还是还没吃 有空调 舒服 有小菜啊 都是自助之内的 茶叶大嘛 吃到一个二十个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四国汤啊 自己自己加 这个鱼可以吃完了可以你这家吗 可以啊 无限序 是吗 是的 是的 好的 点一个微辣锅 先吃完自我当那个垫垫肚子 是炒鱼啊 不够的话可以免费加 一直加 不会很辣 这个鱼吃得出来啊 确实是那个炒鱼 是不是很多人朋友会说是什么 鲶鱼啊 就跟那个塔姆一样的 确实是炒鱼 这种大根的刺很多 年纪的话 它是没有这种刺的 味道还不错 味道还不错 它这个锅的那个味道不会非常重 你要自己调这个蘸料 是我让老板他不要弄太重的 你颗位比较重的话也可以加重一点 也可以加辣一点 吃一下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没有那种鲜味 看到什么鱼啊还有蛙呀 我觉得都有种种辣锅种麻辣的种 没有小吃的都是这种大吃 不知道有没有莆田的粉丝 有的话扣给你我看一下有多少 我成绩也是在莆田读书上大学的 待了四年了 对这里还是比较熟悉一点 我觉得应该来个特辣的 这个味道的话 感觉一点都不辣 看起来红通通的 就稍微有点麻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点特辣的 第一波加的鱼还挺多的 第一波加的鱼还挺多的 换那个大北啊 敬你们 这边是指定的饮料免费啊 那边有有付费的饮料 这边是指定的茅廈 这边是指定的茅廈 来看看中国人 我们在这边是在这里 这边是指定的茅廈 这边是指定的茅廈 这边的茅廈 这边是指定的茅廈 吃这个要注意,大根的刺还比较多 哦,一份一份,然后你等水开了再放下去,多一份 好好好 鱼 它是这个一份一份的,不能一次先要一斤 水开下鱼 就拿一些废材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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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像这个鱼火锅的话也不一定会适合每个人 嘴巴特别特别挑的就不建议吃 山药 今天来一次还碰到两个学弟啊 虽然我已经毕业很久了 好了这个毛肚衣服都吃脏了 现在天气比较热这个火锅的话 还是要少吃一点不然就很容易上火 最后点评一下这家店的话还是就是环境还是还是蛮干净的 这个菜品的对应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啊 就是没吃过的朋友可以来 尝试一下 记得给老胡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